我有一个朋友,有一天他想重温一遍速度与激情1 于是他打开爱奇艺,发现里面竟然有,而且是中文字幕了 因为他有会员,可以直接看 但看了5分钟,发现删减很严重,简直没法看 于是他又想起小时候经常用的方法 不知道从哪弄了一个16G的4KH265的文件 里面还内置了中文字幕,中英文的 于是他用他喜欢的VLC播放器放了几秒 发现了新问题,画面很暗 经过各种研究,原来这个文件是HDR的 还好他的显示器支持HDR 于是他又打开了Windows 11的HDR功能 继续用VLC播放,但感觉这个色彩还是烦闷 后来又往上各种学习 原来VLC播放器需要设置输出为Windows的OpenGL 设置了之后,颜色亮度都正常了 可是问题又来了,字幕又没了 如果关闭HDR就有字幕,开启就没字幕 而且这个视频文件是支持特效字幕的 但是在VLC里播放的时候 这个特效字幕都是黑色的,很难看 于是他又纠结了,又去找解决办法去了 其实他还有另外一个播放器 叫Part Player 之前是设置好的 既支持HDR又支持特效字幕 也支持普通字幕 色彩亮度也都没问题 可是他就想用这个VLC播放器 实现完美播放 结果电影还没怎么看 折腾了一个多小时 这是执着还是傻呢 也不愿意 我认识